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 上个星期爆发 有人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但是一开始才是三个人 随着病毒快速扩散 现在传出有百个人遭到感染 舰长紧急写信给美国海军 希望可以让全体官兵下船做检测跟隔离 以免情况再继续恶化 但是国防部长艾斯培回应表示 现在还不是全员撤离的时间点 国防部也正在调派 更多的人力跟物力到舰上 设法把疫情给控制下来 而外界也认为 航空母舰跟一般的邮轮不太一样 让航母上所有官兵 下船隔离的难度是非常的高 美国的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 正面临成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舰上官兵面对的敌人正是新冠病毒 上个星期首度传出三例确诊病例后 疫情像是滚雪球 在舰上快速散播开来 目前已传出有上百人感染 舰长克劳奇上校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函 给美国海军 强调此时并非战时 舰上官兵是国家宝贵资产 不能白白牺牲 要让官兵受到妥善的照顾 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舰长还表示 目前只有一小批感染病毒的人员下船 大多数官兵仍在舰上 由于空间有限 不可能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 舰长要求尽快在关岛岸上 提供合乎规定的检疫防射 给全舰官兵使用 但这样的想法显然一厢情愿 国防部长直接打脸舰长 显然当局担心航母上有武器跟核设施 必须保持戒备状态 罗斯福号上个月15号 曾在越南县港停泊 官兵还从事公益活动 感染源头还有待厘清 现在就怕他沦为军方版的钻石公主号 刘永伟编译 法国受到武汉肺炎冲击 再有499个人死亡 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到目前 已经有3523人病逝 还已经超越了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了 全国医疗资源缺乏 连法国公卫署长都坦言 这种情况前所未见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宣布要拨款40亿欧元 来购买药物 口罩跟呼吸器 有一些医院更担心 父母亲会传染给亲生儿 居然是在小朋友一出生 马上就抱走来隔离 家长连孩子一眼都看不到 防疫人员在巴黎近郊的观光闹区 来回消毒 因为法国周二 武汉肺炎新增499人丧生 创单日新高 累积超过3500人病逝 成为意大利 西班牙跟美国之后 第四个国家死亡人数超越中国大陆 前线医师叫苦连天 要口罩没口罩 要防护医也没有 法国公卫署长坦言 这在法国医疗史上前所未见 总统马克宏31号前往口罩工厂视察 宣布拨款40亿欧元 约台币1335亿 购买药物 口罩跟呼吸器 同时也要求加大国内生产力 而在防疫关键时期 许多医院担心病毒传染新生儿 小孩出生后就马上被抱去隔离 家长连孩子一眼都看不到 大受影响的不止父母亲 全国禁足令让民众长时间闷在家 不料造成家暴率提升36% 一场疫情搞得人养马翻 统统变了调 也是新冠病毒最令人恐慌的地方 女人好比 武汉肺炎持续肆虐美国 31号新增了865死 再创单日新高 累计死亡人数达到3896人 已经超越了911事件的死亡人数 确诊人数现在也逼近了19万人 白宫防疫专家警告 美国最多有可能会有24万人 死于武汉肺炎 死亡人数在未来两个星期 可能会达到高峰值 美国总统川普要提醒全美民众 做好准备了 因为未来两个星期 将会非常非常痛苦 武汉肺炎又夺命 纽约知名神经外科医师 詹姆斯·古德里奇 30号病逝 他曾多次主导连体因分割手术 在业内备受敬重 相隔一天 英国演员安德鲁杰克也病逝 他演过《星际大战》系列电影 就连美国国务院 也传出一名官员病逝 可能还要多达60人确诊 随着疫情升高 美国政府终于一改先前立场 考虑要求民众戴口罩 但总统川普担心大家都戴 会瓜分医院配给 建议用围巾等物品代替 他还说美国已在赶制 数百万片口罩优先供给医护人员 不过民众恐怕无法心安 因为白宫专家估算 未来几个月将有十万到二十四万人 死于武汉肺炎 如果没有强制保持社交距离 死亡人数更会扩大到 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二十万人 美国防疫大将佛契也预告 未来两周美国新增死亡病例 将达到峰值 但他同时要大家别灰心 目前缓解疫情的措施一定有成效 还好在关键时刻 停靠在洛杉矶的海军医疗建人词号 内部医疗设施也曝光 希望能成为医疗前线的胜利军 王宇为编译 知名CNN新闻主播古墨 证实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他还是照样在自家地价市 照样主持自己的黄金时段节目 不过他也大骂弟弟 也就是纽约州的州长 两个星期前 让88岁的母亲到家里做客 没有入息做好防疫工作 罹患武汉肺炎 CNN当家主播古墨 敬业精神还是百分百 隔离用的自家地下室 成了黄金时段新闻节目的摄影棚 一开头就来个四分钟独白 分享身为确诊者的心声 确诊后首次上镜头 声音略显沙哑 难掩皮态 医师出身的CNN同事 都提醒他别逞强 新冠病毒席卷全美 古墨成为最新确诊的名人 曝光度不像上下的州长哥哥 表达关切同时 不忘好好酸酸主播弟弟 但确诊两周前 弟弟曾让高龄八十八岁的母亲 到家里做客 哥哥利用州政府记者会 大骂弟弟缺乏防疫观念 几乎重演几天前 电视上的家族口水战 一人确诊全家紧张 也成了疫情重灾区纽约 许多家庭的写照 张立德编译 欧美各地新冠病毒的死者 似乎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 比利时有一名才十二岁的少女 在确诊之后病逝 也成为欧洲武汉肺炎 最年轻的死者 而另外英国 法国跟美国也出现了多起 才二十岁以下就死亡的患者 而且他们生前都没有其他疾病 当中部分有人还一次遭到医师误诊 错失了救治的黄金时间 新冠病毒不只是年长者的杀手 比利时经传一名十二岁少女 确诊身亡 成为全欧洲最年轻的武汉肺炎死者 目前不清楚这名十二岁死者 生前是否有其他疾病 出现年轻死者 敲响防疫单位的警钟 英国新冠病毒死者 似乎也年轻化 伦敦一名十三岁少年 上周五确诊 呼吸困难送院 使用呼吸器 不幸在三天后病逝 几天前伦敦才传出一名十九岁厨师 身体不适遭医师误诊 说年轻人不用担心 几天后不幸身亡 法国十六岁少女确诊死亡 一度是欧洲最年轻的武汉肺炎死者 英国BBC提供数据 青少年有症状确诊者中 只有百分之零点三需要住院治疗 死亡率更是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六 轻症低死亡率容易导致年轻患者 遭到忽视 美国加州洛杉矶更精传一名十七岁少年 被医疗单位当成人囚 措施抢救时机 专家一再强调 新冠病毒老少通杀 必须避免让年轻人成为防疫破口 和提供救治的边缘族群 张立德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